《深夜浅读》 装修完毕的时候 庄秋妈妈忽然上门了 她眉上眼角含着笑意 进来东摸摸西瞅瞅 不住夸赞我们装修油品 高端大气上档次 走到书房的时候 看见那三面顶天立地的大书厨 她微微皱了皱眉头 开口就说 倩倩啊 这儿你是准备弄书房 我不明所以 点头说是啊 庄秋妈妈的脸立刻拉长了 不是说这间屋子 给我和庄秋爸吗 婚后方便我们过来住 你这三面都是书厨 我们的床都没地方放 可是 我话还没说完 她一副完全不容智慧的表情 拉着装修工人 要把书厨拆了 改成吊柜和壁柜 我转身出去 立刻拨电话给庄秋 你妈说要拆掉书房 改成她的房间 这是怎么回事 庄秋在电话里 也表现得十分惊讶 随后答应马上过来 庄秋过来后 看到她妈妈在书房 指手画脚 吐没飞溅地归画着 也是吃了一惊 她赶忙 把她拉到一边 妈 你这是干嘛呀 庄秋妈说 把这个房间改成卧室 以后我和你爸过来住方便 庄秋赶紧把她妈妈 拉到另一个房间 嘀嘀咕咕了好久 最后 她妈妈出来 一脸得意 庄秋则低着头 看到我 勉强笑了笑 倩倩 我有事和你商量 还商量什么呢 这太明显了 不就是婚后一起住吗 我冷冷一笑 转身离去 回到家 妈妈看我闷闷不乐的 问怎么了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妈妈讶异 那庄秋的意见呢 答应了呗 我夹着菜往嘴里送 却食不知味 谈恋爱的时候 我爸妈考虑到 庄秋的婚房在市郊 虽然环境不错 但毕竟天远了些 上班和生活都不方便 于是提出 婚后住在我家 房子大 地理位置又好 周围超市 公园 医院一应俱全 最重要的是 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 可庄秋却不同意 她说 我们结婚了 要自己独立 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不要和两边老人生活在一起 那一刻我觉得庄秋挺男人的 也为自己没有独立思想 而感到羞愧 哦 这才不到一年 她把说过的话都忘了 怕怕打脸疼不疼 晚上 庄秋不断打电话给我 我不接 她又给我发了好多条微信 忠心思想就是她爸妈年纪大了 一辈子住在桶子楼里 连四人卫生间都没用过 为时太苦了 再说 这婚房也是她爸妈掏钱买的 老人要求来住于情于理 还说她爸妈很好的 一定会和我相处好 我没有回复 直接把手机关了 第二天下班 我习惯性地来到新房 快进门才想起来 正在闹冷战 可既然来了 还是进去看了看 结果 这一看 我火气更大 我那精心设计好久的书厨 全被敲掉了 各色板材乱七八糟散落在地上 我从小酷爱读书 别人家姑娘逛商场买化妆品衣服的时候 我都往书店钻 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 装修出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放上一把休闲沙发 闲暇时候 碰着一本书读一天 可这边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就直接毁掉了我的梦想 这些天 装修不断来找我 想说服我 婚后和她父母同住 看着她家在中间为难的样子 我也颇有点不忍 忽然我灵机一动 这样吧 让爸妈去住新房 我们住老房子好了 装修呆了一下 倩倩 这太委屈你了 我摇摇头 与舒适相比 我更在意个人空间呢 再说 那个婚房那么偏远 我也不是特别满意 爸妈知道了我的想法 觉得让我去住桶子楼 也是太不像样 于是大笔一挥 出钱在毗邻大学的好地段 买了一套三十两厅的房子 为了方便我们尽快入住 还直接挑装修好的 我有些羞愧 这都快结婚了 还给爸妈添了这么多负担 可爸妈说 当父母的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幸福 只要你开心了 钱不算什么 看看自己爹妈 在丑丑那边的 现场处刑 对比强烈啊 装修知道我们又有了一套房子 自然很开心 于是 我们欢欢喜喜布置 还特意去挑了新的大书柜 满足了我私人小型图书馆的愿望 庄丘父母后来也来这套新房子看了 他们嘴上说着 亲家大手笔啊 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 可我丝毫不在意 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借口 和我们住到一起了吧 房子的事闹了几个月 终于尘埃落定 我和庄丘也顺利地领了证 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生活起初是幸福的 每天早晨 我在她的怀抱中醒来 吃完她的爱心早餐去上班 晚上回来 她也会做好饭等着我 有时还会去看场电影啥的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这天 同事给我了一家 新开张日料的优惠券 我心冲冲地回家 准备和庄丘一起去尝尝 一踏进家门 我就愣在门口 公婆坐在客厅里 和庄丘说着话 旁边还放着好几个箱子和大包 这是什么情况 我呆了下 庄丘快步迎上来 小声说 我爸身体不大好 去医院看病 咱这里方便些 照顾老人看病 是应该的 这点道理我还是懂 婆婆走过来说 倩倩 你爸身体不好 要麻烦你一段时间了 哪里 都是应该的 我低头看看表 不早了 咱们出去吃晚饭吧 庄丘同意 拉着公婆要出去 可他们却不答应 说去外面吃饭 又贵又没营养 还是在家做吧 我为难地说 家里什么菜都没有啊 婆婆站起身去门厅穿鞋 一边说 买菜方便得很 小区旁边就有菜市场 妈妈带你一起去 我只好打起精神 和婆婆一起去了菜场 等到她挑挑拣拣 讨价还价 把菜买回来 已经快七点半了 回到家 婆婆把菜丢到厨房的地上 就去卫生间洗澡了 我只得卷起袖子开始做饭 庄丘也过来帮忙 婆婆洗完澡 往厨房探了探头 看到我和庄丘在忙活 什么话也没说 回客厅了 做完饭再吃完饭 已经九点了 庄丘像往常一样 收拾碗筷准备洗 却被婆婆及时叫走 说帮他们收拾一下次卧 次卧有什么可收拾的 我一边洗碗一边想 明明就是不想让她儿子 干活就是了 快洗完的时候 婆婆走过来 帮忙把碗盘擦干 语重心长地说 倩倩 我听说家里的活 大都是庄丘干的 这样可不行啊 她一个大男人 天天窝在家里干家务 时间长了就没出息了 再说 她那上班那么忙 看业绩开工资 你就多淡呆点 婆婆的语气 很是不容智慧 我只能点点头 从此后 婆婆宛如一个妾子 一下一下硬生生地 嵌入我的生活 先是各种改变家里的摆设 比如放花瓶的小茶几 被婆婆搬到阳台了 花瓶里的花也被扔掉了 说什么她会过敏 书房里的书架 也被她挪了位置 腾出来一大块地方 放了一张小床 说公公晚上睡觉 呼噜声太大 她要在这里休息 我冷笑着对庄丘说 这才不到一周 你妈都占了两个房间了 要不咱干脆 把主卧也让出来好了 庄丘安抚我 她不是没什么事吗 喜欢折腾 我立刻反应过来 你不是说 他们是来看病的吗 怎么会没事 庄丘雨噎了一会儿 又转移话题 我保证 她以后不会再动家里的东西了 婆婆果然没再动家里的东西 而是开始了新的目标 教我勤俭持家 一到周末一大早起来赶早逝 还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 我连个懒觉都没法睡 这天 我们买菜回来 我去卫生间洗手 出来的时候听见婆婆和公公小声抱怨 倩倩真不会过日子 到菜场从来不知道砍砍价 公公说 人家从小娇生惯养的 哪会这个 那不行 婆婆语气有点生硬 给咱家做媳妇 就要学会勤俭持家 那你多指导指导她 不就完了 公公应 我背靠着卫生间的门暗暗嘀咕 他们到底是来干啥的 还看不看病了 渐渐的 我开始发现 婆婆不仅努力教我勤俭持家 还开始安排起我的生活来 比如 每晚在餐桌上 给我布置要做的家事 今天说 倩倩 你把抽油烟机擦擦吧 电视上说 抽油烟机积了太多油烟 容易致癌呢 明天说 咱一起把全家的床单被罩 换换 明天天气好 喜喜晒晒健康些 我直接拒绝 妈 明天我要加班 女人结婚了 要以家庭为重 婆婆有些不满 你们那种单位 加班也不多开一分钱 还不如在家干点活 听我的 不要去 我懒得和她说那么多 直接低头吃饭 第二天 我一起床就直接去单位上班 根本不在意昨晚婆婆的话 可晚上回家 我发现今天是捅了马蜂窝了 婆婆在沙发上不停擦眼泪 说自己命苦 说她年轻的时候 婆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照顾丈夫孩子说一不二 现在当婆婆了 媳妇又根本不把她当回事 真是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她像唱戏一样哭着 公公在一旁抽着烟 庄秋低声劝 我最见不得别人装腔做事了 招呼也不打 扭头进卧室 庄秋跟进来 不停拉我去哄哄婆婆 有你们父子俩哄就行了 我凑什么热闹 我坐在梳妆台前卸妆 还不是你惹的事 你要是听她的话不就好了 庄秋声音带着埋怨 我趴得把手上的耳环 扔到首饰盘里 庄秋你搞搞清楚 你妈让我矿工在家 洗床单 你觉得很对 你今天不是没事 干嘛不洗 哦 我明白了 你妈舍不得你干活 她对我倒是挺舍得的 庄秋也火了 家务火本来就是女人的事 之前就是太惯着你了 现在你必须改改这些毛病 终于露出马脚了吧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什么来看病 都是借口 她爸妈听说 儿子干家务 心疼了 是专门赶来调教我的吧 而庄秋天天在她爸妈的耳濡目染下 也变得这么直男癌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外面婆婆不停唤我们 庄秋低声说 出来做晚饭 和爸妈说句好话 这事就翻篇了 这也推没脸没皮了 我站起身 静止走到客厅 拿起挂在门厅的手袋 回了娘家 我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了爸妈 他们也是很气愤 当初第一套婚房 公婆就想插进来 我们不想惹麻烦 自己买套房子 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往里住 这也太厚脸皮了 妈更是心疼 自己宠大的女儿 被当成使唤丫头 爸爸问我 倩倩 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我闷声闷气地说 这房子是咱家买的 实在不行 赶出去算了 妈说 这可不行 你还是要想办法 和庄秋沟通 两口子一条心了 才好办事 我何尝不知道 两口子一条心好办事 可这庄秋人家 根本不愿意 和我一条心啊 正在发愁 怎么办的时候 庄秋来了 进了家门 倒是很低声下气地求我回去 我说回去行 先让你爸爸妈妈回去 庄秋说 倩倩 你也多为别人考虑考虑 那边的房子你知道 太偏远 生活不方便 我爸妈年纪大了 也喜欢热闹 咱这房子又大 位置又好 我爸妈住着开心啊 你多理解理解 哈哈 又来这套 结婚前 婆婆强占第一套婚房的时候 你的说辞 是他们年纪大 想住条件好些的 现在又说要住的方便 我说 你不如直接说 他们想和儿子住在一起就得了 让那么多弯子干嘛呀 庄秋的脸仗得通红 最后干脆摊牌 我爸妈想和我住在一起 这很合理 你往外面去打听打听 公婆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 是天经地义的 这房子是我家买的 我提醒他 你家买的给我们当婚房 就是我们的 我爸妈来住完全合理 庄秋义正词言 我还想说什么 妈上来拉着我 对庄秋说 小庄 倩倩不懂事 我会教育她 她明天就回去 庄秋满脸得色地离去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 她严肃地说 这是咱家的房子 走也不应该你走 第二天 我回了家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公婆自然很是满意 言谈中 她们似乎也知道了我妈的态度 颇有得色 总算庆家有眼色 知道自家姑娘做了别人家的媳妇 就该懂点事 婆婆又开始时不时指挥我做这个做那个的 还要求我尽量不要加班 公公有胃病 晚饭不能吃得太晚 我咬咬牙 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意见 我的转变 自然让庄秋很是开心 她不住夸我是好媳妇 让人放心 周末早上 庄秋出门办事 公共锻炼去了 而婆婆则盯着我擦地 她要求我趴下了用妈不擦 我真不情愿 这时 我爸妈上门了 婆婆吃了一惊 碎堆起满脸笑容 亲家来了呀 怎么不说一声呢 我爸背着手在屋里转悠着 我妈说 有点是想和你们商量 倩倩 你爸最近几个月要在师范大学做讲座 我们这段时间住在你这里好不好 我转转眼珠 好啊好啊 婆婆看看我 又看看我妈 搭讪着 你们能来我可欢迎了 可亲家你看啊 这房子没空房间了 我妈故作惊讶地说 我们买了三十两厅呢 怎么会没房间 我爸这时候正好从书房走出来 接口道 书房就不错 倩倩的书都在这里 我备课也方便 婆婆赶紧说那房间她住了 我妈笑着问 老嫂子 怎么一把岁数了和大哥闹分居呢 婆婆脸仗得通红 爸说那也不要紧 这客厅这么大 格局改改 完全能再隔出一间 我们住这里吧 我爸做事还蛮有执行力 说着就打手机联系装修公司 请他们现在过来看看 商定方案 我妈还不忘提醒婆婆 我们没事就希望折腾自家的房子 她在自家两个字上落了重音 婆婆完全傻在原地 我看着爸妈那一唱一和 使劲憋着笑 这时庄秋正好从外面回来 得知家里的状况也愣了 这时装修公司的人上门了 问客厅要怎么改 庄秋忙拦着 说改来改去太麻烦了 不如爸妈住主卧吧 我和倩倩在客厅打地铺就行 婆婆马上说 那怎么行啊 你们两个年轻人上班这么辛苦 怎么能天天打地铺啊 亲家 你看咱都心疼孩子 要不再考虑考虑 我妈一拍脑袋 那这样吧 让倩倩他们去我家住 倩倩上班方便 我家老头子讲课也方便 齐活了 我拍拍手 咱这样太合适了 再看看庄秋和婆婆的脸色 五彩斑斓 很是精彩 我爸妈当天就在我家住下了 而我则堂而皇之地收拾着东西 准备再一次搬家 庄秋在一边哀声叹气 最后忍不住 倩倩 你能不能劝劝你爸妈 别在这里挤了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我反驳 你为了你爸妈看病 方便让他们住在这里 我也为了我爸爸工作 方便让他住在这里 我看挺合适的 庄秋说不出话 我笑了笑 这叫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庄秋在屋子里转了两圈 这叫什么样子啊 几大家子都挤在一起 还有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你还知道自己的空间 我冷笑 你爸妈在这儿的时候 你怎么不提空间呢 拉上箱子 我问庄秋 你走不走 庄秋在后面愁愁着 最后咬牙跟着我离开了 他估计也无法忍受 和爸妈岳父岳母同时生活吧 这实在太奇葩了 路过客厅的时候 我一脸灿烂和爸妈告别 同时也问候了面无表情的公婆 他们脸皮在后 也坐不出追着儿子 住到他老丈人家里吧 夜色中 我开着车往娘驾驶去 副驾驶是闷闷不乐的庄秋 而我的唇盼露出了胜利的笑意 三天后 公婆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据我妈说 他们这三天一起生活得相当精彩 我追问怎么精彩 她笑而不答 只是说 以后你婆婆绝对不敢 再随意调教你了 后来我爸悄悄告诉我 我妈是追着我 婆婆学习如何做好媳妇 还一定要婆婆示范 妈妈一直做不好 婆婆只好不停示范 妈妈说她必须好好学 只有她真正学会了 才能好好教自己女儿 很有当年小燕子 像容嬷嬷学规矩的架势 我婆婆自然招架不住 几个回合下来 只得作罢 还不得不说 时代不同了 家里是让小两口自己解决吧 咱老人都别搅和了 听得我竖起大拇指 将还是老的辣 以毒攻毒啊 一切摆平后 我父母又以讲座改期的理由 把我和庄秋赶回了自己家 回到家 我深深呼吸了一口家里的空气 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 为了和男友结婚 我和家人断绝了关系 我带着行李箱滚出了自己家 满怀期望地走进男友家 可是当我怀孕了 婆婆的真面目就显现了 都是骗钱的 我当初就没做产检 孩子不是照样平平安安 怀孕三月有余 我提出去医院做个产检 被婆婆一口否决 我摸了摸微微隆起的肚子 试图说服她 妈 现在跟你们当初不是一个年代了 医院也不会胡乱收费 都有收费依据的 而且做产检 对我和孩子来说都是一个保障 用不了多少钱的 婆婆坚决道 我说是就是 孩子能有什么问题呀 你跟浩浩都是健康的 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也没什么问题 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 再说了 她语气一顿 颇有些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现在家里全靠浩浩挣钱 你又没上班了 哪来的那么多钱 给你做产检 手指稍钝 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出声 原来是这样 我跟杨浩是大学同学 他追了我两年 我一直没同意 原以为毕业后不会再有交集 没想到他跟着我的脚步 进了我所在的公司 最后我被他的真诚打动 我说那试试吧 恋爱期间 他对我一直很好 照顾的我无微不至 在一起三年后 我们选择了结婚 可是这场婚姻 没有得到我父母的祝福 杨浩的家境不太富裕 他父亲走得早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他还有个妹妹在上大学 家里的重担 几乎全在他的肩上 我妈说 这样的家庭 你嫁过去 不止生活水平降低 日子也不会好过 可那时的我 坚定地选择了爱情 面包我会自己挣 我跟他过日子 又不是跟他的家庭过日子 为此 我跟父母大吵一架 我爸让我滚 我提着行李箱 滚得很干净 结婚那天 我妈还是心软来了 她握着我的手 满眼都是泪 她一句话没说 我却看懂了 她眼里的不舍和难过 我抱住她 妈 路是我自己选的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杨浩在一边坚定地保证 妈你放心 我绝对会照顾好想想的 半年后我就怀了孕 我和杨浩都很欣喜 她让我待在家里 安心养胎就行 工作的事不用我操心 她又晋升了 可以一己承担 家庭的所有开支 目前为止 我最后悔的就是 听了杨浩的话辞掉工作 在家安心养胎 现在被婆婆戳着几辆鼓说 家里全靠她儿子一个人挣钱 也是活该 大门响起声音 杨浩回来了 婆婆迎了上去 浩浩 饿了没 妈马上给你做饭 杨浩脱下外套丢给她妈 然后走过来 把手里的草莓递给我 给 你要的草莓 婆婆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轻声问道 现在草莓多少钱一斤呀 杨浩头也没抬 四十 婆婆没说话 转身去厨房了 切菜洗锅的动静格外大 想了一会儿 我还是轻轻靠向杨浩 低声道 杨浩 孩子三个月了 我想去做产检 杨浩揉着眉头 工作了一天 神色极倦 嗯 那就去 心下一席 我刚想问她有没有空 陪我一起去 婆婆拿着锅铲 从厨房走出来 儿子呀 妈跟你说 产检真的是花冤枉钱 好好的又没病 有什么好检查的 妈当初有你的时候 什么都没做 不是照样把你生下来了 我其实挺纳闷的 我声音那么小 她在厨房动静那么大 究竟是怎么听到 我跟杨浩说话的 去了医院 哪里不要花钱 挂号 问诊 看病 做检查 哪哪都要收费 最后一看结果 啥是没有 这不是花冤枉钱是什么 浩浩 你挣钱不容易 要妈说呀 这产检真的没必要 婆婆再接再厉 最后终于说服了杨浩 杨浩低眉看着我 我觉得我妈说得挺对的 不然算了 到底是没必要 还是心疼钱啊 我问婆婆 婆婆 哎哟 我的好儿媳呀 你又不挣钱 你当然不知道 挣钱多辛苦了 我没再说话 转身进了房间 晚饭时间 杨浩端进来一碗饺子 想想 你别生气了 我妈那人就是这样 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个周六我放假 到时候 我带你去做检查 我有点想哭 从谈恋爱开始 她一直就这样迁就我 对我好 照顾我 把我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也是我当初坚定 和她结婚的原因 我接过她的饺子 大口吃起来 晚上被尿憋醒 我没开灯 因为杨浩第二天还要上班 我不想打扰她 摸索着起身去厕所 手指在触到房门把守那瞬间 听到客厅传来的说话声 怎么样 是婆婆 嗯 我说周六陪她去 杨浩 婆婆 不是妈视力 她嫁过来的时候 一分赔嫁都没有 你看隔壁审她家 女方家赔了一辆车家二十万呢 她现在怀了孕 在家吃你的 喝你的 住你的 还要我天天伺候她 这些我都不说了 孩子是她的吧 做个产检 还要我们出钱 你就听妈的 到了医院要缴费的时候 就说没钱 让她自己出 她家条件那么好 肯定给了她好多私房钱 都背着你呢 杨浩 她应该不是这种人 婆婆 是不是这种人 你明天试试不就知道了 俗话说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当初娶她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了 这女孩的面相不好 你偏不信我的 你看你们结婚以后 你失业一直不顺 我身体也变差了 天天都要吃药 你就听妈一句劝 明天你试试她 她肯定有私房钱 她家里那条件 你也看见了 她们就这一个女儿 怎么会舍得她受委屈 你们是夫妻一体 你都能把你的钱给她用 她怎么就不能给你用了 寂静的夜里 我听见杨浩平静的声音 好 像吞了一大片薄荷 心顿时凉了半截 我父母条件是不错 可当初因为不同意我的婚事 他们一分钱都没有给过我 而我的存款 当初杨浩买这套房时 钱不够 我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给她 四十万 她抱着我说 一定会对我好 以后家里开销 全由她来解决 我什么都不用管 我咬紧下唇 努力止住自己想要冲出去的念头 理智疯狂叫嚣着 再等等 说不定杨浩只是骗她妈的呢 说不定她只是为了应付 她妈才这么说的 她一直对你那么好 不会错的 我还在说服自己 周六医院的人很多 杨浩让我坐在等候区 自己去排掌队挂号 挂的普通门诊 十五块钱 医生例行询问了一些情况 给我开了缴费单子 第一次产检 要做很多检查 一烫下来 大概要花两三千 杨浩去缴费的时候 我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 万幸 她没有回头 说她没钱 交完费回来 抽血室外 我坐在凳子上等待着 杨浩突然道 老婆 你手上还有钱没 我最近信用卡透支了 产检的钱 都是问朋友借的 你要是有的话 能不能支援我一点 这句话 像冷水浇头一样 凉透了我的心 杨浩 你还记得你当初买房时 对我说的话吗 我问 买房时 我拿出了我全部的积蓄给她 她当时说 老婆 我以后肯定不会让你一直过苦日子 你放心 家里的全部开销以后 都有我来出 你养儿子 我养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 笑着 我当然记得 老婆 真没钱了 你也知道 我妈身体一直不好 我妹又在上大学 都是要用钱的时候 我们既然是夫妻 就是一体的 你有钱就帮帮我吗 没钱 我冷硬地说出这两个字 杨浩的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 她声音提高了一些 许想 结婚一年了 你要什么我没给你买 你怀孕以后 吃我的 用我的 住我的 什么时候 要你出过一分钱 我现在信用卡透支了 让你帮帮我 你都不肯 你昨天要吃草莓 好 我给你买 你一定要做产检 好 我带你做 你怀孕以后我工作忙 我甚至把我妈叫来照顾你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我抓紧了椅子的边缘 做了几个深呼吸 每次跟人吵架 情绪起来以后就会止不住地流眼泪 太丢脸了 强迫自己冷静后 我恢复了平静 杨浩 工作是你让我辞的 全职太太是你让我做的 我当初一而再再二三地拒绝 你说让我相信你 我只需要安心养胎就行 至于你妈 那是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直接让她来的 她来了以后到底是照顾你 还是照顾我 你自己心里真的没数 我站起身 如果你真的觉得产检没必要 和你妈一样觉得这是冤枉钱 那就不用做了 杨浩站在原地没动 只是面色冷若冰霜 我拿起一旁的包准备离开 他却突然拽住我的手 拧着眉 我钱都交了 你现在要走 他力气比我大很多 我挣脱不开 杨浩很轻易就把我推进抽血室 手腕刹石红了一片 当初追我的时候 就连手指不小心被割个小口 他都要心疼几天 现在已经可以用力拽我的手 根本不管我会不会疼了 抽血护士的技术很好 一点也不疼 可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是我弄疼你了 护士问 我摇着头 是我 是我当初没听我爸妈的话 一意孤行 嫁给自己认定的爱情 是我自己选择的因 现在哭得不能自己 也是我应得的果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他好像没那么爱我了 回家的路上 谁也没跟谁说话 一回家 杨浩就摔了门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这是怎么了 婆婆问我 我没回答 她又道 今天产检顺利吗 花了多少钱呀 两个人吵架了 要不我去说说她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婆婆 假意虚扇的脸 突然问道 妈 杨浩昨天 买的草莓呢 我想吃两个 婆婆面色一下僵住 支支吾吾道 刚才邻居来了 家里没什么水果招待 我就给他们洗了吃了 我勾起唇低笑 妈 下次您想吃就直说 不用找借口的 婆婆还没说话 杨浩从房间里冲出来 我妈吃几个草莓怎么了 草莓我买的 她想吃几个就吃几个 你在那里阴阳怪气谁呢 婆婆抹着泪 浩浩 你别怪你媳妇 是我嘴馋 那么贵的草莓 我从来没吃过 没忍住就吃完了 是我的错 我闭上眼 怀孕两个多月时 我妈给我送了几盒 顶好的燕窝 我本来预计一天吃一碗 有一个月的量 可不到一个星期 燕窝见了底 后来我才知道 婆婆经常半夜起来偷吃 我跟她说过 她想吃 可以正大光明地跟我说 不用偷窝的 可她死不承认 还哭天喊地地 说我冤枉她 自从她来了之后 我放在冰箱里的水果零食 都会经常不翼而飞 想着她是杨浩的妈 我始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还经常补给着冰箱 婆婆嘛 半个妈 应该的 妈 你别这么说 我挣钱不就是给你花的 你以后想吃什么 你就直接给我说 我给你买 这是我的房子 你不用看别人眼色行事 杨浩恶狠狠地说 看来她真的被气疯了 连这房子一大半 是我借她钱买的都忘了 我不想再看她们两个人的嘴脸 转头出了门 到了闺蜜家 她刚下班 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一身休闲西装 加高跟鞋 知性又干脸 这曾经 也是我最喜欢的装扮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宝儿 她一脸的惊讶和心疼 把我拂进了屋里 我跟她说了 杨浩家里的糟心事 她气得拳头帮硬 怒骂了杨浩一家 连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骂了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闺蜜问 我想离婚 我轻声道 以前有句老话 说男人婚后都是会变的 我从来不信 现在我信了 连做个产检都要看人脸色 以后的日子肯定更难过 那她呢 闺蜜摸了摸我的肚子 深夜 我轻轻抚摸着小腹 泪水打湿了枕头 宝宝 爸爸还没有足够爱你 妈妈没办法 让你出生在一个 不够爱你的家庭 第二天 闺蜜请了假 陪我去医院 把孩子打了 在闺蜜家休养了一个星期 我看见了杨浩的朋友圈 她打算卖房 我连夜赶了回去 娘俩坐在沙发上 悠哉悠哉地磕着瓜子 呀 想想回来了 婆婆迎上来 招呼着我坐 杨浩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坐在沙发的另一边 放下包 吃饭了没 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宝宝最近有没有胎动呀 这出去一个星期 也不知道打了电话回来 哎哟 受苦了哟 婆婆在一边献殷勤 我没理她 门口开门见山地问杨浩 你要卖房 是 她头也没抬 你卖房经过 我同意了吗 我继续道 杨浩侧头看我一眼 我卖我的房子 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明明还是熟悉的脸 短短几天 却这么陌生 我微微往后靠了靠 冷笑出声 行 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 我摸了摸肚子 我把孩子打了 一瞬间 杨浩的脸色瞬息万变 婆婆更是尖叫出声 什么 你把我宝贝孙子打了 嗓音尖锐又刺耳 难听至极 你这个天杀的 作孽呀 真是作孽 你打我们老杨家的种 你凭什么打我们老杨家的种 离婚 杨浩 跟他离婚 报警 打110 婆婆在一边发疯 杨浩冷着脸 一字一句问我为什么 我双手抱毙 有些好笑 我打我自己的孩子 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杨浩捏紧了拳头 我看他那架势 马上就要冲过来 给我一巴掌了 杨浩 跟他离婚 这个女人太毒了 那可是他的亲生孩子啊 也能下得了手 离婚 这日子一点也过不下去了 婆婆拉着杨浩的手 不停地在说 杨浩沉着眉 没有明确表示 下一秒 婆婆坐在地板上 开始哭 儿啊 我的儿啊 我伺候他两个多月 他没给过我一次好脸色 妈为了你 为了他肚子里 我们老杨家的种 妈都忍了 妈想着自己苦点累点 没关系 你们好就行了 可是这个贱人 他偷偷去把孩子打了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没有这个家 妈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 儿啊 妈求你了 这婚一定得离 这种女人 不配成为我们老杨家的媳妇 杨浩好像是被婆婆说动了 她蹲下身子 声音不大 但是足够清晰 好 妈 我跟她离婚 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波澜 眼泪早在打胎的前一天流尽了 既然决定要离婚了 那分一下财产吧 我说 婆婆 哦不是 张翠英一下从地上站起 我不报警抓你算好了 你还想分我们家财产 你做梦 模样咬牙切齿的 哪有刚才的半分柔弱 我都懒得看他 直视着杨浩 你想卖房 可以 卖了以后我拿六成 杨浩皱起眉 当时买房你只出了四十万 我给你四十万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我冷笑 你是觉得我是个傻子 这片房价最近涨得飞快 当初的四十万现在算下来 至少有六十万左右 你四十万就打发我 你白嫖我的二十万呗 杨浩上下扫了我一眼 许想 我原来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个势力的人呢 叫你出一下产减费 你宁愿把孩子打了 也不肯出钱 当初买房 你是借我四十万 但是房是我要买的 位置也是我选的 现在这片房区涨价了 那二十万也是我应得的 看在是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愿意把那四十万给你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你可别忘了 这房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 你就算报警 这房也是我的 如果我不想给你 你一分都拿不到 我站起身 哦 那你准备好被我起诉吧 说完 我拿着包离开了 房本上只有 他一个人的名字又怎么样 只要拿出证据证明 这房我出了钱 这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卖了房后 按比例该多少是多少 法盲吧 还说我一分都拿不到 离开那个家后 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每天不用看张翠英那张脸 真是太好了 在闺蜜家住了两天 我妈找上门了 我妈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也是 我们娘俩抱着哭了一下午 我不停地跟她认错 我妈一个劲地哭 抓着我的手臂格外用力 回家 想想 我们回家 许久不见 我爸的头发白了一大片 沧桑了许多 餐桌上做满了我爱吃的菜 他沉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我站在一边等候发落 烟燃尽 他缓慢道 回来就好 五十多岁的人了 竟然红了眼 鼻尖泛酸 我才明白 我以前有多不懂事 我执意选择 我认为对的爱情 伤透了父母的心 当初吵架时说的滚 永远不回来的话 都是一柄插入他们心间的长刀 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 原谅你的过错 除了父母 人哪 总是要撞一遭 难强才会回头 撞得满头是包 伤害了对我们最好的人 才知道原来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饭桌上 说到财产分割 我妈皱着眉头 四十万就四十万吧 别再跟他们家有关系了 断干净了好 反正咱家也不缺那二十万 我摇头 妈 那是我应得的钱 我不会给杨浩白嫖的 我爸也非常赞同 那你律师找好了吗 我妈担忧道 我讨好着 手上不是没钱吗 最近也没找新工作 律师的事就麻烦 我最亲爱的妈妈了 我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你从小到大 哪件事不是我给你擦屁股 我妈的效率很高 第二天就找了知名的律师来家里 交谈后 他点着头跟我保证 等我好消息就行 律师走后 我才知道 那是我妈的老同学 牛吗 我问 牛得很 王律师果然牛逼 杨浩第二天就约我去了民政局 他穿着整洁干净的西服 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 许想 六十万就六十万 我也不在乎了 我妈说了 你都二十七了 二婚还打过胎 你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这些话又是从张翠英嘴里听来的 离婚前还要拉低嘲讽我 我现在多看他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霍素签了名字后发现 还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也就是说今天离婚证办不下来 我真是逼了狗了 结婚的时候怎么没有冷静期呢 杨浩在一旁讥讽道 许想 你说你何必跟我闹到这一步呢 你家那么有钱 你支援我点也没什么 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 你陪嫁一分没有 怀孕以后也不用你工作 我妈在家照顾你 吃的穿的用的 我都给你安排得好好的 我对你哪里不好了 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瞬间涌上心头 我站起身 直视着杨浩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我是没有陪嫁 你别忘了 你也没有一分彩礼 你妈羡慕隔壁神 女方陪嫁一台车家二十万 那你有没有想过 隔壁沈家彩礼给了五十万 说得好听你妈照顾我 她不过就是一天做了两顿饭 家里的碗有自动洗碗机 地有自动扫地机 衣服有洗衣机 她照顾我什么了 两顿饭 她自己不要吃吗 我怀孕期间 也没见她给我买什么鸡鸭鱼肉的 不就是她吃一口 顺带煮了我的饭 杨浩 这些你都视而不见 你只听你妈给你吹耳边风 我当初为了和你在一起 跟我爸断绝了关系 跟家里吵得不可开交 你觉得 他们还能给我钱 买房的时候 你钱不够 我二话没说 把我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给你 那我对你不好吗 你口中所谓的对我好 就是在我被你妈冤枉欺负的时候 从来只听你妈说 而永远站在你妈那边 不让我工作 不让我社交 是为了我好 没问过我的意见 把你妈接来 是为了我好 跟你妈一起用产检的事 算计我是为我好 泪意已经涌上眼角 我闭上眼 调整着呼吸 停赋了内心汹涌和挣扎后 我微微仰起头 杨昊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扪心自问 真的跟你 跟你妈无关吗 他静静站着 垂着两边的双手 一点一点全紧起来 沉默半晌 他哽着脖子冷声道 随便你怎么说 但是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把孩子打了 就是你的不对 这一点你永远对不起我 锅甩的还真是好 我不打 继续在你家被你妈欺负 被你俩联合起来算计吗 杨昊 孩子也是我的 他在我的肚子里 我有权利决定他的去留 我妈说的对 你真是没良心 恶毒 自私又自利 你这么没教养 出口成脏 也是你妈教你的吗 我反击 他冷冷看了我一眼 我看懂了那里面深深的厌恶 我也不明白 明明前不久还相爱的两个人 怎么突然就变了 许想 我挺后悔娶你的 他说 我笑着 你以为我不后悔嫁给你吗 因为太熟悉了 所以我们彼此都知道 刀子往哪里捅才最痛 杨昊 一言不发地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我的喉间 有些发色 好像那个说 会一直在我身边 会好好照顾我 结婚后 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的男孩 只存在记忆中了 没有一点不舍和难过吗 有的 只是那些不舍和难过 早在他选择 跟他妈站一边来对付 欺骗我时 已经烟消云散了 剩下的日子 我倒是见过杨昊一次 在商场里 他和一个女生一起 两个人应该是在谈恋爱 因为共喝着一杯奶茶 迎面状上 我原本想假装不认识 直接走 没想到杨昊先开了口 这不是我前妻吗 出来逛街啊 怎么一个人呢 我冷笑一声反击 是啊 离婚证都还没下来呢 你就无缝衔接了 杨昊 可不是无缝衔接 他突然凑近 在我耳边 用只有两个人 能听见的声音道 是孕妻出轨哦 指甲被我狠狠欠进肉里 杨昊的表情格外泛见 我妈常说 什么事都要做两手打算 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杨昊对我也越来越冷淡和不耐烦 原来外面早就有人了 孕妻出轨 真是够恶心 够不要脸 可惜我当时傻逼 一点也没有留意 他衣服上的领子 是不是有别的口红印 又或者身上有别的香水味 每次出差 也从没查过港 我一心一意 扮演着好妻子的角色 甚至被张翠英欺负 也是能忍就忍 我就是觉得 他一个人养家 已经很累了 别怀疑其他的 也别弄将婆媳关系 让他处在中间尴尬 原来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这个家也只有我在努力维持 真是太恶心了 我杨起身 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我用了十成的力气 打完以后手都在发麻 而杨昊脸上 清晰地出现了五个手指印 我恨啊 恨我恋爱脑 恨我傻逼 恨我没留下他出轨的证据 女生尖叫了一声 杨昊冷冷瞪我一眼 他仰起拳头 就往我脸上招呼 我从包里掏出防狼喷雾 迎面喷他一脸 他捂着眼睛后撤 我抬起脚 狠狠踹向他的小腿 杨昊没站稳 半跪在地 恶心透了 杨昊 我祝你这辈子子孙满堂 不孕不遇 感谢我的好习惯 随身携带防狼喷雾 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 我转头看向站着的女孩 这个男人 在我怀孕期间出轨 跟他妈一起 联合算计我的钱 甚至连产检都不让我做 当初结婚说得 信誓旦旦的 会对我好 海誓山盟那叫一个好听 结婚以后全变了 姐妹儿 听我一句劝 找对象要擦亮眼睛 别在垃圾场翻垃圾 女生睁着大眼睛非常震惊 这么下头 哈 可不是吗 真下头 我俩一前一后先后离开 留下杨昊一个人红着眼睛 在原地哀哟哀哟的叫唤 再后来 杨昊开车撞了人 没撞死 撞残了 人家要她赔一百万 不然就不和解 送她吃牢饭 闺蜜告诉我这个消息时 我差点笑喷了 你从哪里听到的 消息可靠吗 闺蜜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你说巧不巧 被撞的是我朋友的朋友 照片是在医院的走廊拍的 因为是偷拍 照片不清晰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背影 可我还是一眼认出 一圈人里 跪在地上 那个是杨昊 她垂着头 整个人都淹了 像条丧家之犬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现在报应来了 我看她去哪里 借那一百万 我心下暗爽 没想到这丝 居然回头缠上了我 不知道她从哪里 搞到我现住的地址 我回家的时候 就看见她坐在门口地板上 我的眉瞬间拧了起来 杨昊看到我 急忙站了起来 想想 你终于下班了 我等你好久 你从哪里找来的 我问 她支支吾吾的 我突然想起 以前谈恋爱时 我们手机互相绑定过定位 想想 我错了 你离开以后 我才知道 我错得有多离谱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你能不能看在 夫妻一场的份上 原谅我一次 离婚证还没下来 我们去撤销 离婚申请好吗 我发誓 我以后绝对会 好好对你的 像以前一样 我让我妈回去 我们救过 我们的二人世界 谁都不能来打扰 你想上班 你就去上 我不拦着你 你想在家 你就休息 我养你 想想 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她说的声泪俱下 痛哭流涕的 真该给她搬一个 奥斯卡小金人 这演技 不比当下 很多小鲜肉牛 都到这地步了 居然还妄想着 回头白嫖 让我取消离婚申请 然后夫妻一场 我肯定会想办法帮她 算盘珠子 都蹦我脸上了 可惜 你姑奶奶 我早就知道 你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了 我站在原地冷冷道 怎么 你的好妈妈 没有给你准备 一百万赔偿吗 杨浩见我知道了真相 也不掩饰了 直接扑过来 跪倒在我脚边 许想 你救救我吧 我不想坐牢 你借一百万给我 我保证会还的 我发誓 你那房子卖出去 少说也有五十 怎么反而 要我借一百呢 我疑惑 怎么 还打算留五十万 给自己东山再起 杨浩咬紧了牙 我有些想笑 杨浩 先别说 我不会取消离婚申请 就是一分钱 我也不想借给你 不瞒你说 我爸妈听说 我们离婚了可开心了 我爸当场给了我一张卡 救你绰绰有余 可我呀 就是不想救你 许想 他从牙缝里挤出我的名字 拳头捏得咯咯作响 还想打我呀 我从包里拿出房廊喷雾 微笑着 我给你三秒离开我的视线 不然我不介意再喷你一次 然后报警 告你扰民 杨浩咬牙切齿地走了 走前还骂了一堆难听的话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他的后续怎么样 已经与我无关 在闺蜜的介绍下 我递交了简历 进入了新公司 结交了新同事新朋友 有了新的生活 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觉得以前的日子像一场梦 就在我等着离婚证下来时 张翠英来公司找我了 她在我公司门口哭天喊地的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还没离婚呢 就先想着跑了 怀孕三个月 我伺候了这件人三个月 没给我好脸色就算了 还偷偷瞒着我们去把孩子打了 造孽呀 真是造孽呀 我儿的命真苦啊 娶这么个贱人 吃他的用他的助他的 离婚了居然还要一半的财产 要死人了呀 要死人了呀 现在我儿子出了点事 问他借点钱 打借条的那种 又不是不还 一口气回绝 不借 人家有钱啊 人家就是不愿意借 我可怜的儿子啊 经过他精湛的演技 和添油加醋的话语 我从八楼赶下来的时候 围观的群众 已经开始对我指指点点了 我真的想过去给他两巴掌 把他那张嘴打烂 这婆婆挺可怜的 摊上这么个媳妇 老公也惨 确实现在好多小年轻 就想着结婚赚彩礼 然后分家产 好歹也是夫妻一场 这女的可真狠地下心 我抓住旁边同事的手 从口袋里抽出纸巾 开始抹眼泪 你们怕是不知道 我当初跟杨浩结婚的时候 婆婆就一直看我不顺眼 她说我面色不好 客夫结婚后没给我好脸色看 后来我们搬出去了 房子加装修一起七十多万 我把我四十万全部积蓄 都拿给我老公了 现在离婚了 婆婆却说我不该拿一分钱 张翠英脸色变了变 我掐了掐自己的腰 真特么疼 眼泪速速地落了下来 怀孕期间 婆婆说是照顾我 其实更像是监督 鸡鸭鱼肉买得少 也只有在我老公回来的时候 才能吃到 怀孕以后 老公不让我去工作 家里的开销 全是她一个人出 我心疼她 也觉得能省就省 我妈心疼我 怀孕两个月时 给我送来燕窝补身子 没想到全被婆婆半夜偷吃完了 婆婆站起身 气愤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扭过脸 哭得更厉害了 最让我痛心的是 怀孕后 婆婆不让我去做产检 她觉得我没挣钱 根本不配花她儿子的钱 我一个没工作 手无腹肌之力的孕妇 我能怎么办呢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 家庭里出生 对她来说 也是一种不幸 还不如不出生的好 离婚证都没下来呢 上次逛商城 她儿子已经无缝衔接了另一个女生 这样的人 我难道不该离婚吗 吃瓜群众风向转变得极快 这么恶心 这不是变相坡吗 太独了这家子人 老婆这么被欺负 老公也不作为 人小两口的是 老太婆非要插一脚 本来房子 别人就出了钱 分一半不是理所应当吗 怎么不死啊 这老东西 老公也是个下头男 张翠英眼见这出戏没唱好 马上就要假装晕倒 我拿出手机 我这婆婆最会演了 马上就要装晕了 大伙离远点 别被讹了 话音刚落 门外110呼啸而来 张翠英难以置信 你报警 我微笑着 你来我公司大吵大闹 捏造事实 造谣传播 我不该报警吗 张翠英被带走了 在派出所 我和杨浩打了个照面 哟 才几天不见 沧桑了这么多 看来钱没借到 我还没说话 张翠英先哭了 浩浩 妈没用 妈原先想着 照顾她这么久了 没用功劳 也有苦劳 妈去求求她 说不定她会借一点呢 没想到这个毒妇 一点旧情 也不念 反而报警把我抓了 浩浩啊 妈对不起你 我痴笑一声 拿出手机 不好意思 我全程录像了 张翠英的眼睛 一下睁得老大 看完录像 杨浩额头青筋抱起 杨浩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妈在你面前 和在我面前是两个样 你不信 现在信了吗 我问 杨浩忍了又忍 她转头 面向张翠英 嗓音有些阴雅 你跟我说是去求她的 我才给你地址 她艰难道 难道说 许想说的那些事 都是真的 张翠英白眼一番 又要晕倒 杨浩的牙咬得死紧 别装了 张翠英喘着气 脸上的情绪格外复杂 想装晕 却一下被看穿 真是太逗了 杨浩转头 红着眼睛看我 想想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摆了白手 杨浩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什么 迟来的申请 比草都清贱 这份申请我需要的时候 你慰及心底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 张翠英最终因为造谣 人身攻击 被拘据了一个星期 他被释放的时候 我刚下班从警局经过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你这个贱人 你这辈子都不得好死 我冷冷贴他一眼 刚出来 你就又想进去了 张翠英心虚地看了一眼警局 骂骂咧咧地走了 而杨浩也因为没借到钱 被起诉 除以五年有期徒刑 房子卖了 分了62万给我 剩下50万杨浩留给了他妹妹 没给张翠英 张翠英骂他没良心 听说还闹上法庭了 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没有了 房子也没了 张翠英只能收拾东西 打包回农村继续过他的清廷日子 听说他还去大学找过杨浩的妹妹 杨婷 想要钱 杨婷没给他好脸色 张翠英又哭又闹 杨婷愣是没礼 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而我在一个月后 终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离婚证 走出民政局后 我妈在外面等我 我控制灼眼里的泪水 紧紧抱住了他 远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红色的余灰 像绽放的玫瑰 是在庆祝我重获自由吗 是的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發生了一个深刻的 也就是壮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本期不散 请不散